请问你比较帅还是蒋万安比较帅 台北市长蒋万安当场问他的AI分身 元宇宙市长谁比较帅 这个问题让元宇宙市长当在现场无法回答 3 2 1 请点亮 2024智慧城市展台北市政府院警馆在南港展览馆二馆开幕 最吸睛的就是这个蒋万安市长的AI分身元宇宙市长 台北市政府资讯局方面期盼透过与这个虚拟导览员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 让参观民众能更深入了解台北市政府在推动智慧城市的努力 其实这算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虚拟导览员2.0 就是去年的北市府院警馆其实我们就有做一个导览员 但是当时的导览员是我们捏出来的一个3D模型 那我们今年会希望说这个3D模型是更让来互动的人是有感觉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用现在已经也很成熟的一个技术 然后就把市长做出来 那也主要是会希望让大家觉得这个互动是更有趣味的 这有特别提供给资讯局跟电脑工会 让他们可以自己上传一些知识库跟题库 然后这些知识库跟题库呢 会被AI综合消化训练之后呢 送到深层式AI的大语言模型那边 让它回答的时候可以更人性 然后更像真人的回答 所以它背后的原理其实就是以深层式AI去power 然后可以去加上一些我们企业或政府局处 想要预先让这个AI知道的内容 戴上川泰斯智能装置 脚弯与元宇宙市长在虚拟世界相见欢 这个MR混合时镜则提供第一种沉浸式互动导览体验 那MR就是mixed reality 它可以把3D的成像跟影像 然后它会有对空间跟物理的理解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蒋万安市长 出现在这样的空间中 那它的概念其实跟现在Apple推的那个Vision Pro是一样的 在这两年其实从最早VRAR开始被讨论之后 技术逐步的在成熟 那我们认为现在其实已经是成熟到 足够有办法让大家来体验这个服务 而且这个服务很快要变得规模化了 那我们希望借这次的这个展会的这个机会 也让大家看一下说 马上就即将要成熟的这样子一个技术 未来大家的生活会是长成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会想说 也许里面这个世界不要跟真实的世界差这么远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融合一些真实的场景 跟一些虚拟的内容 然后希望在这个虚实整合之间 能够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角婉也分享创作AI分身过程 强调AI发展已经超越大家的想象 更是驱动台北未来的关键 因此台北市政府除了加速建设智慧城市 更计划投入经费培育AI相关人才 像以前我拍摄过是有非常多颗镜头 但这一次他们团队是用手机 一机到底拍摄就可以完成 能够把我的分身原型直接呈现 所以我想未来我们势必是要跟上AI的趋势 所以包括昨天我到中山女高参加 Steam新科技办公室的成立 未来也会积极的推动 包括AI专办计划 以及三年内投入2年5亿的经费 来打造以AI为核心驱动的作为城市 培养相关的人才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都会努力 在今天的作为城市展台北院警馆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核心要后织 核心也体验了结合AI大数据的多功能运动训练器 以及实际了解5G救护车 透过救护视讯联防 如何增进偏乡病患到院前的紧急救护服务处置率 核心强调运用科技就是要打造服务型政府 我们的消防局其实跟很多科技结合 我们透过无线无人机 人工智慧的方式 对于很多救灾设备的投放 深入到即便是讯号微弱 或是难以深入的水域或山区 我们都可以运用科技做更好的救灾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的水利术 我知道我们透过很多新的人工智慧技术 将及时的水勤 透过各种社群媒体的方式 极客的反应让市民朋友了解并且掌握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运用科技到各项市政的推动 而更重要我们强调的是服务型的政府 运用科技最重要的我们是服务市民 提供最优质优质优化的服务 让市民朋友想使用跟享受 以安全运动及未来为三大愿景主轴的台北市政府愿景馆 而展出台北库克云AI智慧教学辅助平台 台北街运路网及列车动态显示系统 及智慧水表运动服务 但邀请市民朋友即日起到3月22号 到南港展览馆二馆台北市政府愿景馆 感受未来智慧城市的科技与便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